孙子兵法第九篇 行军篇 后唐兴王李从科 孙子曰 恕赏者 迥也 令肃不行 以教其民 则民不服 意思是说 多次奖赏士族 是将领没有别的办法 平肃不认真执行军纪军令 管教士族 士族就不会服从 五代时期 李从科在凤翔起兵 与领指挥使杨思泉带兵征讨 直逼凤翔城下 李从科难以抵挡 唐军兄弟们 我从小就随先帝出生入死 打下今天的江山 如今朝廷奸邪之人当道 挑拨我们骨肉之情 我有什么罪过 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有道理 都是受奸臣准备 是啊 李大人为朝廷立了那么多汉马功劳 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真是太可怜了 士兵们说得对呀 天下本来就该是李将军的 我要跟随李大人 李大人万岁 太好了 打开城门 迎兄弟们进城 杨思泉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李从科 我愿意跟您打天下 不过 有什么要求 你说 我想过过官隐 想当什么官 京城的截斗使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一功课京师 我的诺言马上兑现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哈哈哈哈 朝廷派出的军队在杨思泉的带动下 大都向李从科投降 李从科很快攻占了洛阳 成为后堂的皇帝 咳咳咳 皇上 微臣听说您清净国内财物 考赏各教士 可有此事啊 确有此事 做人要讲信用吗 皇上 微臣还听说您为了填补国库空虚 又提高了人民的赋税 没办法 国库空虚 连朕自己都快没饭吃了 皇上 您这样犒劳将士 他们会更贪的 百姓民不聊生 国家根基不保啊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皇上 国家的心胜不是靠赏赐将士 要靠法度 不要说了 唠唠叨叨的烦死了 你给我滚 唉 李从科不能从根本上修法度治理国家 纵容士兵 剥削百姓 使得名不聊生 导致造反的人越来越多 洛阳被攻陷 后堂从此一亡 由于李从科平时至军不言 刚技不明 只是一味的通过奖赏激发降串的能力 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 最后输于管理 导致起义四旗 这正是孙子兵法中令肃不行 以教其民 则民不服导致的恶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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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